大家好,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罗马进行了会面 会谈结束以后,布林肯也对媒体首次的澄清了美国对台湾的保护 美国只承诺对台湾军售,并不会出兵保护台湾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日拒绝讨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 五角大楼可能会如何回应 那布林肯在罗马参加G20峰会时接受CNN的采访 他被问到美国总统拜登有关华盛顿承诺保护他台湾不受大陆武装力量攻击的言论 得到迅速的澄清是否意味着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国将不会来保护台湾 布林肯回答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们仍致力于坚决致力于旅行与台湾关系法赋予我们的责任 包括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任何侵略 他指的是授权美国向台北出售武器的法案 那布林肯做出回应之前啊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上周证实美国军队在台湾训练台湾的军队 蔡英文还表示他相信美国将继续帮助台湾抵御大陆的军事入侵 布林肯周日在罗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后接受了采访 据报道布林肯告诉王毅 美国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签署的三项联合公报 正式确立了两国的外交关系的转变 并允许美国和台湾建立文化、商业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也遵循着1982年华盛顿向台北做出的六项保证 即不顾北京方面的反对 美国将对台军售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 王毅在会晤期间还批评了华盛顿的整个对华政策 指责美国政府肆意干涉北京的内政 10月30号到31号 20国集团领导人16次峰会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 王毅作为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特别代表 在罗马现场与会 布林肯则陪同美国总统拜登前往罗马参会 这是王毅与布林肯第二次面对面的会谈 也是两人今年3月中美阿拉斯加会谈后首次见面 那你从布林肯的表态上可以看到 拜登和习近平之前通过电话 拜登和习近平也做了保证 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台湾协议 中美的台湾协议 你从布林肯的谈话上就非常明白了 我觉得所有台湾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啊 什么叫中美台湾协议 就是台湾属于中国 美国不会挑战着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属于中国 现在台湾有些人幻想台湾属于台湾 台湾属于我们是吧 2300万台湾人 那不就是台独吗 台湾属于14亿中国人 属于中国 台湾属于中国 这个是美国承认的 你还在幻想着台独吗 另外台独现在给台湾人洗脑啊 美国会派兵来帮我们 30多个人 现在说了吧 在台湾一共30个美军 干嘛呀 那美军30多个人干嘛呀 在美国啊 在台湾 能守护住台湾吗 美国是会不会向台湾派一兵一卒的 不会的 不会派兵来保护你的 布林肯今天说的非常清楚了 我们会干什么 我们会向台湾军售 只会向你们出售武器 一下子民进党 台独这个编织的谎言就被戳破了 被布林肯亲自戳破了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吧 我说了台湾问题 你看我频道 我经常跟你说台湾问题 为啥台湾问题很清楚 为什么我经常说 因为台湾人不懂啊 到现在连大陆有一些人都不懂啊 看不懂台湾问题啊 太搞笑了 还幻想着我们可以台独呢 美国都不支持你台独啊 民进党知不知道 民进党当然知道啊 蔡英文这些人多聪明啊 他就是利用了一个认知差异 在转你们认知差异这个里边这个 这个差价在转这个差价 你不知道 他知道 然后他在上面挑动这个政治的对抗 然后呢 获取政治的好处 自己变成台湾的什么总统啊 还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 你把台湾人玩的一愣一愣的民进党 结果美国现在告诉你了 我们根本不会承认台湾独立 台湾属于中国 只是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属于中国 谁要消灭中华民国啊 民进党 台独啊 台独要消灭中华民国嘛 台湾只要宣布独立 中华民国不就没了吗 消灭了吧 消灭了以后就没有那个中国了吗 就剩下大陆一个中国 那台湾属于一个中国 属于哪个中国 属于中国大陆 所以你看台独玩到最后是什么 成全了中国大陆啊 武统台湾 你看懂没有这逻辑武统台湾吗 你把中华民国消灭了 两个中国变成一个了 台湾属于中国 那只能属于我这一个中国 然后我再把你台独一消灭 问题结束了 台湾问题结束了 民进党被什么 实际被共产党也玩了 民进党被共产党玩了 共产党把民进党 跟民进党一起把国民党先消灭 把那个中国消灭 然后中国呢 大陆再把民进党消灭 美国还一点话说不出来 我今天把台湾T底牌都告诉你了吧 我希望所有台湾人要听清楚我今天讲的 你一定要听清楚我今天讲的 那你从现在台湾问题来看啊 这个民进党现在已经进了死胡同了 就是美国非常明确 为什么 你主统啊 中国大陆说了 你不明确 你美国再不明确 我就要动手了 拜登很着急打电话给习近平 我亲口向习近平保证 拜登讲 台湾协议就是一个协议 为什么 中国一旦动武 美国就没有台湾牌了 我都收回台湾了 你打什么台湾牌啊 台湾人还幻想着美国会出兵保护你 拜登给习近平打电话 就说明拜登着急啊 武统就能啥 收回台湾牌 那拜登没了台湾牌 他会出兵吗 他不会啊 所以他着急吗 赶快两边不要打 安抚中国大陆 这才是拜登打这个电话的重要意义 那拜登只要台湾不被中国统一 不被中国努力拿下 那美国就可以在里面操作呀 这会你听懂了吧 那么现在看呢 中国大陆呢 其实也非常明白美国 中国大陆希望两岸恢复和平 因为时间在中国大陆这边 中国现在要发展 战争呢 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这是一定的 而且战争呢 会让两岸之间这个关系啊 很难弥合 所以最好不要发生战争 但是呢 我一味的强调和平 反而迎来的是战争 所以我现在呢 要加紧的军事备战 这就是我之前告诉你一个逻辑 武统实际上能保证两岸的和平 你越是 又动用军事手段准备武统 准备最后的底线 武统 反而呢 美国会担心 美国会向后 对吧 后撤 不会再挑动你的这个底线 台湾民进党 他也知道厉害了 他也不敢再向前了 反而台海能恢复一个稳定和平 你看到我之前讲的一个逻辑 现在全未证实了 美国就是在打台湾派 而且这个台湾派 它里边啊 是掌握平衡的 所以现在看呢 我觉得武统啊 就是掌握了台湾的现在的平衡 重新让台海恢复了和平 所以我说武统啊 非常了不起 我这个小频道都在讲武统 很多人觉得没有意义 但现在从布林肯这个讲话看 我觉得武统派已经获胜了 让美国也认识到了 你改变台湾的现状 美国失去了台湾派 那咱最后讲啊 什么时候收复台湾 收复台湾有很多种方法 有和平的 有武力的 一定要收复台湾 但是武力动武是下策 我之前讲过 动武是最后的底线 也就是下策 万不得已才用 最好是使用和平方法 但是和平方法 你得看到现实情况 现在有那个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出路吗 现在没有 所以呢 中国需要个窗口 那这个窗口什么时候出现呢 要看美国和台湾之间这个新的关系变化 特别是要看蔡英文 那现在看中国美国和台湾三种关系啊 中国方面对台湾问题啊 特别是美国和台湾的合作 中国现在就是啊 我把底线画出来 就是你只要宣布台湾独立 我就动武 我就准备 时刻准备着武力统一台湾 其实中国是非常简单的 我非常明确 对吧 那你两岸恢复和平 你还是中国 你叫中华民国 你没有独立 那两岸可以恢复和平 那现在中国非常明确 跟拜登 其实中国也讲得非常清楚 这是中国和美国的这台湾协议 中国这边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美国和台湾就复杂多了 咱相讲美国 美国想利用台海这个矛盾冲突啊 让台湾变成什么 变成炮灰和中国打一仗 美国在背后啊 坐山关虎斗 给两边对吧 这个冲突 捞取好处 从中间捞取好处 台湾可以大量的买美国武器 大陆呢 大陆需要求助美国 两边打起来以后 这又可以削弱中国大陆的实力 那美国变成中间人了 哎 你看台湾提美国 就插一手了 美国就画一拳了 所以美国需要台湾 和中国大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就美国不断的 你看在突破中国的底线 包括派官员到台湾 包括呢 派一些军人到台湾 派一些军舰到台湾 这是美国的目的 让两岸局势升温 那我中国画出底线了 美国什么时候突破这个底线 要看美国自己的政策 那你再看台湾 台湾现在就是最尴尬的 大陆呢 一个红线已经画在这 我不动 我没有动 美国也是不断的向前推 挤压 哎 你要接触这个红线 那谁夹在中间 民进党 民进党被夹在中间 民进党现在活动空间有限啊 他现在往回 往前都是死路一条 我跟你讲 你向前碰触中国这个红线 美国在后面推他 两岸升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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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炸 那往前推 所以民进党绝对不会碰触底线 不敢碰触碰触了 我刚才讲了 民进党必死无疑 台独大业绝对就完蛋 武统啊 而且民进党知道美国绝对不会帮助台湾 美国只是想让你这个地区升温 美国获得最大利益 那向后转呢 你看向后转 我退回来 我学国民党趴在地上不动 我向退 向后退 对吧 向后退 那离中国这个红线越来越远 民进党也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 你玩的就是台独啊 玩的就是民粹啊 玩的就是激进的政治啊 你怎么又退了 又不台独了 怎么呢 又想让中华民国复活呀 又高举中华民国大旗了 又开始向中华民国敬礼了 当年你要消灭的不就是中华民国吗 国民党会堵在后面啊 拿着枪逼着民进党 你往前去 你往回走不行 后面是我 你看独木桥 后面是我国民党 我国民党捍卫中华民国 你看这民进党啊 走进了死胡同 前有狼后有虎 中间夹个国民党 所以你看民进党现在非常难受 所以中国大陆等待这个窗口啊 就是看民进党下一步啊 如何行动 如何行动 我说过啊 之前啊 民进党实际上呢 他的出现 目的是为了消灭国民党 但是现在国民党啊 他非常聪明啊 他知道这个啊 共产党和民进党都要消灭国民党 消灭这个中华民国 那我呢 就原地不动 看你们互相之间变来变去 啊 你要看懂啊 包括什么马英九啊 这帮脑袋官很聪明的啊 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 最后呢 还是你趴在那也是死 只是死得慢一点 为什么本土化了吗 啊 换一代人 国民党就本土化 你看现在台湾的国民党那里边人 哇嘎里共都是这帮人啊 包括包括全是台湾人台湾本土化 没有什么中国了 所以呢 就是死得慢一点 说还是死 国民党是一定死的 国民党消灭了变成台湾本土化国民党以后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就把台湾接收了 台湾属于中国 那个中国死了 中华民国死了 剩下谁 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自然就接收了 这逻辑在这 所以国民党只是死得慢一些 而民进党现在如果选错了方向 现在就得死 啊 现在就得死 而且给中国提供了五统窗口 因为啥 你碰着底线 我就可以一下吃掉你 我一下吃掉你 明白吧 那民进党就完蛋了 台独也就完蛋了 国民党 我觉得最后啊 就会被共产党啊 整编 整编成台湾地方政党 来专门控制台湾用的 那国民党也就死掉了 所以国民党民进党 现在都要保证台湾的一个独立性 但是又要在中华民国这个啊 躯壳之内 不让中华民国倒掉 中华民国倒掉了 就没有两个中国了 没有两个中国 美国也就没法支持台湾了 那民进党现在呢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什么 反而给美国压力 刺激美国 将美国对台湾私底下这些支持 你包括前一段时间啊 这个美军驻台的一些人员 这个秘密 民进党先爆出来了 就是在给美国压力 告诉美国 你给我压力 我把咱们之间私下干一些见不得人事 我曝光 就是在全世界曝光 为什么 中国会给美国压力 你看台湾民进党和美国之间实际上互相也在斗 那我觉得未来民进党选择是什么呢 选择一定是 给美国压力的同时 和中国大陆要展开对话 就是民进党要开始什么 要开始和中国大陆要对话 而大陆拒绝对话 现在中国呢 和民进党之间没有对话 所以我说民进党把自己活成了loser 现在民进党是最大的loser 钱走不了 后退后退不了 所有人都在看民进党的笑话 所以你说啊 这个民进党反中 台独真的走进了死胡同啊 所以我今天把这个台湾问题啊 用一点时间吧 给大家分析透 实际台湾问题啊 原本的中国大陆啊 并没有想要改变台湾的现状 就中国大陆把底线画在这以后啊 他不着急 为什么呢 你碰到底线 我统一你 对吧 你不碰底线 你向后退 那你国民党和民进党 对吧 你看国民党在这 民进党在这 你们两个互斗 台湾岛内两个党互斗 互相厮杀 我共产党坐山观胡斗 就是原来是相安无事 但是现在有一个变量 就是美国 美国开始挤压挤压 国民党 民进党的空间被压缩了 所以啊 改变台海现状的是谁 是这个变量美国 美国再改变台海现状 再挤压台湾 台独啊 这个空间 实际上 逼他们要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越过底线的行为 所以台海前一段时间 为什么那么紧张 根本原因在这 美国改变了 所以真正改变台海现状的是美国 中国呢 实际上一直在根据美国的这个啊 压力大小来进行调整 所以你就看懂了 现在发生了什么 那美国这个变量 我觉得未来美国针对中国这个变量 会继续加大压力 因为中美在对抗 美国一定要打台湾牌 打台湾牌就是要给中国压力 美国会继续激压 那民进党的生存空间 你看啊 就会被挤压到最小 所以我民进党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 另外民进党也没法再骗台湾人民了 我觉得台湾人民也不傻 你从我今天给你讲 所有的逻辑 你可以看懂了 民进党的活动空间有限了 他被挤压到最小的时候 他要干什么 那么你讲 鱼死网破吗 我觉得不会 民进党会继续欺骗台湾人民 台湾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那些歇斯底里的一些行为 特别是被民进党欺骗的这些人 会发生很多歇斯底里的行为 到时候会出现很多人世间的笑话 我会也会观察台湾 我会一直观察台湾 因为台湾现在这个社会属于是两种压力之下 巨大的一个压力之下 是一种变态的社会 我个人认为是一种变态社会 不是正常社会 台湾黑者会有各种各样变态的情况出现 民进党呢 你说这些人脑子瓜聪明不聪明 很聪明啊 利用这个两岸之间的矛盾 利用美国和中国大陆之间竞争 他想获利 但现在看啊 很多民党内部聪明人啊 现在开始逐渐脱离民党 你发现民党这玩不下去了 考验蔡英文的时刻到了 最后呢 其实台湾人要想清楚啊 美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不会支持你 不会武力保卫台湾 只是给你卖一些武器 那你自己有没有能力守卫台湾 你们自己想清楚 其实中国大陆呢 我说过啊 正在等这个窗口期 最小的成本解决台湾问题 另外呢 国民党 我觉得这个党啊 真是百年烂党啊 就在慢慢等死 这个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个党实际上就变成一具骷髅了 就是等着风化 等着逐渐的被历史抛弃 这就是台湾 没有任何变化 我觉得最后呢 中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啊 还要看中美关系 就是美国在欧洲 在世界其他地区 特别在欧洲啊 如果有新的战争 特别现在乌克兰实际上已经 乌克兰有发生战争的这个 苗头了啊 乌军现在已经开始进攻了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 还有美国在乌冬地区啊 欧洲地区重新发生这个战争 那中国的窗口就来了 люб明天